这是一段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 欢迎收听长篇纪实文学《一滴泪》 作者 乌宁坤 演播 宇天 第28集 在牛棚积压了两年之后 1970年5月1日下午 我终于拿到一张从乌江到孙铺的长途汽车票 前往另一个村子和家人一起 接受贫下中农载教育 突然之间我获得了自由 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自由 在解除群众专政的同时 也解除了临时工合同 我没有任何身份证 成了不折不扣的非人 为了捍卫言论自由 我赢得了挨饿的自由 下车的地方离高庄不远 我在公路上碰上了乙凯 他正从大队小学领着一村回家 路上他问我是以什么身份下来的 我只能笑着说 我是荒村牛鬼 是老婆要养活的第四个家属 两年来全家人第一次大团圆 家人落难 我问心有愧 但看到三个孩子相当健康快乐 我也感到宽慰 一丁晒黑了 和村里别的小青年一样 一毛瘦一些 不过面有血色 一村笑声不断 但是我们今后怎么办呢 一家五口 靠一台每月五十七元工资过火 我再次成为他的负担 心里很难过 他却说 我没有被遣送回乡 只身流亡 如今一家人同甘共苦 他感到心满意足 他还不到四十岁 已经早生滑发 而且经常腰痛 他从无怨言 认为天意莫测 祸福都可以坦然面对 我们的日子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村民们 官方称为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 把我看作一个怪物 美国留学生 首都的大学教授 如今靠奶门子才有碗饭吃 他们认为 要么我是无可救药 就像附近麻风院里的那些病人 要么是上面掌权的人神经错乱 就像本村那个孬子 老螃蟹听说 我是不带工资下放 大失所望 他说 哎呀老乌啊 我在经济上帮不了你的忙 但在政治上能帮忙 我一听就明白 他话里有话 意思是 你在经济上不给我点好处 我可就要让你在政治上吃苦头 看来 我怎么也跳不出群众专政的罗网 我也成了不给出路的典型 因为我不是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 我没有资格和社员们一起劳动 到年中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 一个自由的牛鬼 可是没有在任何一个牧场吃草的自由 一到高庄 我就听到社员抱怨 记录他们每天劳动报酬的公分表 搞得乱七八糟 每个成年男女 劳动一天计十公分 生产队没有计工员 队长每天抓一个 上过一二年小学的小青年来计工 计多计少 队长说了算 可是大多数社员不识字 不知道一天辛苦下来 自己到底计了几分工 社员们认为 我可以当一个信得过的 大公无私的寄工员 老螃蟹顺应名情 让我每天收工 前去寄工 于是我又当上了生产队的临时工 我的报酬是 每次一分工 约值人民币三四分钱 年成好的话 一年下来 我或许能挣十块钱 每天傍晚 我手持工分表 前往当天上工的田头 老螃蟹口售 每个社员应得的工分 如果他认为 某个小青年工作 皮他或是和他顶嘴 就扣工分 结果就会发生争吵 他一向给自己寄十分工 不管他干了 或者没干什么 上工时 他常到田头分配任务 然后人就不见了 到该收工的时候 他从外面回来 经过我家 醉醺醺的喊一声 老吴啊 寄工去 李队长 你哪儿去了 我在路上问他 在孙铺饭馆子里 和冯胖子 还有别的干部 喝酒吃饭 要跟他们办事 就得搞好关系 这你还不懂吗 他总这样回答我 等我在田梗或小道上 找到一小块平地坐下 我就会问他 李队长 你计几分工啊 十分 这还用问吗 那 你的工种呢 外交 这还用问吗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此人真不愧为 名副其实的老螃蟹 他目不识盯 粗也无赖 却毫无顾忌地 滥用文字 为自己效劳 他是绝对地毫无顾忌 因为作为生产队 独一无二的共产党员 他拥有绝对的权利 有时候 个别小青年 冒失的质问 他有时 啥也不干 或者花生产队的钱 大吃大喝 还要计全功 这样做 是否公平 他就会用 他的经典论证 把不知天高地厚的 小家伙 震得哑口无言 哎呀 党给了我一切 解放前 我家是五倍老贫农啊 今天犯了事 我不享福 让谁享福呢 现在我是共产党员 我要让你明白 是党 是共产党 给了我吃足 喝足的权利 明白吗 你这还红眼病的王八蛋 你放老实点啊 要不就给你套上 公安六条 他随身携带一份 公安六条 早已弄得皱皱巴巴 像废纸一样 有时 也分配给我一些 别的灵活 我就可以多挣几个公分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 队长让我爬到村口孙家的瓦屋顶上 用白漆刷农业学大寨五个斗大的字 在另一个政治运动中 大队宋书记下令 叫我到他所在的大宋生产队 花一整天功夫 在那些叫好的茅屋的土极墙上 用白漆刷上鼓舞人心的大标语 除了学大寨之外 号召社员们山山水水重安排 建立共产主义天堂 如此等等 英雄气概的标语 好像没有给社员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可能因为大多数人不认识这些字 我的报酬是在一个社员家里 吃一顿米饭加煮白菜的免费午餐 白头发的老大爷 感谢我用我的书法 美化了他们各家的毛巫 他又指着贴在墙上 一个显著位置的他孙子的成绩单 爷爷得意地说 哎 你瞧瞧 我孙子他才十岁 可比大队书记认的字还多呀 我仔细一看 五门课中有三门的成绩 是用红笔写的不及格 可是对老人家来说 红色当然永远意味着双喜临门 我也奉命在晚间参加社员不定期的政治学习 我的任务是朗读党报社论等等文件 并做一些讲解 人人都参加 因为每人可计两分工 在地里辛苦一天之后 他们正好放松一下 小青年们互相逗闹取乐 年轻的妇女 有的给怀里的孩子喂奶 有的忙着纳鞋底 谁也不理会我读的是什么 有一天小黑子说 吴大白 你多读一点 我吃惊地问 黑子 你要我读什么呀 嗨 随你读什么 反正这些都不是为我们农民写的 我就是爱听你读 爱听你的调子 听他这么说 我既高兴又感到不安 难道我再不自觉地 用我的声音破坏党的宣传吗 我会在下一轮政治运动中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吗 尽管如此 我很高兴看到 农民的头脑 并不像党所设想的那么简单 我们一家人 进入下放生活的轨道 分工自然地随之而来 一开始全家的衣食父母 整天忙于参加每一级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性会议 生产队 大队 公社 区县 这些五级会议往往是重复的 发的学习文件也是雷同的 这真是无事瞎忙 这场遍及全国上下的瘟疫 以凯说 我妹妹夫妇两人 以凯的哥哥姐姐 扬州的堂弟堂妹 及其他的亲友 都在从事同样的无效劳动 身为摘帽右派和以解雇的临时工 又无其他身份 我因祸得福 免于下放干部这种无谓的忙乱 我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男 顶住本来属于家庭妇女的半边天 我当上了家庭厨师 厨房在一丁睡觉的堂屋里 她的小床靠后墙 煤球炉靠前墙 我在炉子上烧饭 水缸就在静旁 堂屋的一角 有一个碗厨 是一丁用匹拆拼凑起来的 她立在两条腿上 因为小木匠材料用完了 只得用一叠土鸡 作为另外两条腿 和一丁同事而眠的 还有一只大公鸡 和十来只小母鸡 他们在堂屋的另一角 一丁去的鸡窝里过夜 面对大门 离一丁的床不过两三尺远 除了为我们提供鸡蛋 这群小母鸡是孩子们的宠物 在家庭生活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们给每只鸡取个名字 大黄、小黑、珍珠、雪白等等 但生下来 一个孩子就用铅笔 在每个上面写上日期 放在一个篮子里 邻居又教我们怎样敷小鸡 一窝二十个 在等啊盼啊几个星期之后 看着一只只小鸡脱壳而出 孩子们真乐死了 可惜没过多久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乐 就被破坏了 首先 篮子里的鸡蛋 开始在夜间不翼而飞 一凯和我大惑不解 一天决定首夜侦查一下 故意把鸡蛋 放在一个大糖瓷盆里 盖上一个盘子 没等多久 我们就惊愕地看见 一只大黄鼠狼 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跑到糖瓷盆前 一点声音也没有 先用一只前腿 把盖子推掉 再用两只前腿 抱住一个蛋 随即就一溜烟不见了 几分钟之后 他又回来 重演那敏捷的行动 他抱着第二个蛋溜走时 我扔过去一只鞋 第二天早晨 我去找三老爹 说该死的黄鼠狼 偷了我们的鸡蛋 请教他该怎么办 他听到我骂 偷蛋的畜生 大为惊慌 哎呀老乌啊 快别这么说 这是黄鼠大仙啊 这是大仙啊 你千万不能讲不尽的话呀 亵渎大仙 会让你本人和全家倒霉的 大仙赏光要你家的蛋 你应当感到荣幸啊 我不忍心反驳这老实人 但这荣幸让我尽懈不明 后来我们就把鸡蛋 锁在一个木盒子里 两天以后 尖嘴猪来串门 他以知情人的口吻说 吻大败 你们丢了鸡蛋 也许我能帮你找回来 要是你给我两个大馒头 我怀疑他可能在骗我 但是两个馒头 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我跟着他 走到三老爹屋后 看到一棵大树下面 有一个大洞 我从洞口 扒走一堆树叶和稻草 瞧吧 我们家的鸡蛋 每个上面都有铅笔写的日期 在洞里堆得整整齐齐 三老爹听说 我侵犯了圣洁的大仙府邸 感到十分惊愕 同时也为我全家担忧 我们的再教育 从蛋又发展到鸡 每天傍晚 我们的鸡回家上窝 孩子们就站在边上 一只接一只 点名亲属 直到最后一只进来 有一天 他们发现 少了三只鸡 孩子们想 也许他们误入了 邻居家的鸡窝 就到他们家的鸡窝里去找 可是一只鸡也没找到 我说 这黄鼠狼 是偷鸡的窃贼啊 我猜啊 一定又是那 该死的黄鼠狼干的 三老爹 又苦口婆心地警告我说 哎 老巫啊 上次你家少了蛋 我怎么跟你说的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这会儿 你又对大仙不敬了 哎呀 我真为你担心啊 老巫 这时候 老螃蟹 刚好路过 我就把丢鸡的事 跟他讲了 心想队长也许能帮忙 他说 哎呀 不可能丢的 你养的鸡太多了 数不清了 呃 再不就是 你得罪大仙了 孩子们丢了几个朋友 很不开心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 尖嘴猪又来串门了 吴大败 你家鸡丢了 我要是你啊 就不去找 我马上就明白 他知道内情 哦 那 鸡哪儿去了 又在那个洞里 他急急眼 摇摇头 不对 不是那样的 要是你真想知道 得 两个大馒头 这下 他放低的声音 说得飞快 这次 是我孤爹老螃蟹干的 昨个下午 他跟猴子鸡纹 一块来我家 他对我爹和猴子讲 老里老屋养鸡太多 搞资本主义 我们得想点办法 后来他们三个 一起去工房 我跟在后面 经过你家门口 我看见你在屋子里看书 他们把工房的门敞开 你家的鸡 就进去着地上的倒栗子 随后他们就把门 猛地关上 捉住了你们家 三只老母鸡 他们三个人 一人一只鸡揣在怀里 一手捂着鸡嘴 不让出声 晚上生产队全体干部 在他家大吃大喝呢 那 还有谁在场啊 还有我 没别人 我干了一条大鸡腿 粉嫩的 不过 他们不许我喝酒 当晚 怡凯从外面开会回来 我悄悄地把故事 讲给他听 他十分气愤 可是我们记得 老螃蟹的绝对权威 决定还是不声张为好 作为再教育的一部分 生产队 生产队分给我们两小块地种蔬菜 我们在一块地上 种黄瓜 西红柿 韭菜 四季豆 水萝卜 供春夏秋三季食用 另块地上 种白萝卜和他科菜 供冬天用 为了给蔬菜地积肥 我们在屋子外面 先挖了一个坑 埋进一个残破的水缸 再围上一堵半截的泥巴墙 就算个露天厕所 路过的人 看见里面有人 可以把头掉过去 有一两次 我蹲在破缸边上 看见三老爹 正朝着厕所走过来 我急忙低下脑袋 偏偏听见他客气地打招呼 老屋啊 可吃了 从此以后 每逢一凯或一毛解手 我就站在墙的缺口 充门神 一丁在家庭分工中 是重量级的 下午放学回来 他经常从前堂 挑两桶水 倒进水缸 或者从邻居家 借一袋尿桶 从我们的破缸 装上半桶分尿肥 再到后堂 缠上半桶水 去浇两片菜地 我们种的黄瓜和西红柿 有一些下了小鸡贵的肚子 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蔬菜吃 一丁精心培育的白萝卜和他科菜 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也是全村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全家盼望着大丰收的喜悦 日子一到 全家出动 带着一把锹 一个箩筐 一根扁蛋 走进菜地 突然发现 我们宝贵的菜园被倒空了 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菜叶和萝卜荫 好像战场上的断枝残壁 孩子们都哭了 一凯找到老螃蟹 告诉他 我们的蔬菜被人偷光了 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家家都种菜 为什么有人要偷我们呢 最后他又说 如果有人偷啊 那一定是公路那边的生产队的人干的 你的菜地靠公路太近 你家的青菜和萝卜 比我见过的都好 他的那只尖嘴猪 却知道实情 因为他并不隐瞒 他多么爱吃老乌家又香又甜的大萝卜 那是他在姑爹家吃到的 这些小偷小摸的行径 使我们感到气恼 主要因为 他们破坏了孩子们生活中的乐趣 我们从剩下的母鸡 收到足够吃的鸡蛋 从邻居家买蔬菜 后来 老螃蟹出乎意料地送还单人床 我们甚至感到和好了 我们向他制谢时 他抽着我们的烟说 哎呀 这有什么 老李是我妹子 这是你家的床啊 他走了不久 尖嘴猪光临 一进门就说 李大妈 你家的床回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凯说 这是我家的床啊 你姑爹跟我们借的 这男孩小小年纪 懂得是可不少 他咧嘴笑道 我知道我知道 其实是因为 姑爹给我表哥大水子 打了一张新床 李大妈 用的是你的木料 我们觉得难以置信 尖嘴猪接着说 跟我来 我带你们到工房 看点东西 我们跟着他 走进仪凯的旧家 看到一架新梨 一个新爬 还有一个新的 斗形木质容器 那是干什么用的 我问他 我们的小巷导回答道 那是过年的时候 各家争糯米团子用的 这也都是用 李大妈的木料做的 一凯恍然大悟 当初盖房子 为什么老螃蟹 要在他家门前施工 他沮丧地对我说 这太荒唐了 木料是工家的财产 不给我盖房专用的 我是要负责任的 尖嘴猪又说 还剩下整整一根大木料 就搁在我骨碟床底下 他说大水子取青药打家具 这根好木料 正好用得上 除了赵丽的两个馒头 我们又给了尖嘴猪一把糖果 因为我们确实赞赏 他在再教育方面 给我们的帮助 尼凯决定 他必须向大队领导汇报一下 看他们是否能帮点忙 大队副书记听了以后 似乎很愤慨 这是国民党作风 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干的 我们研究一下 采取必要的措施 过了一些时候 小道消息传来 说老螃蟹在一次会议上 受到了大队领导的严厉批评 但是他为自己开脱 说他没收我们多余的鸡 蔬菜木料 是为了从生产队 产出资本主义 大队领导 再也没理会我们 老螃蟹继续进行他声称的 从生产队 产出资本主义的斗争 在大队会议上 受批评后不久 他在宫间休息时 在田头召开了一次大批判会 尼凯和我刚好路过 我们听到他提高了 煞哑的嗓门 狠批生产队里 资本主义的表现 生产队有这样的人 不下地干活 却养太多的鸡 偷吃工房的粮食 啊 有人不劳动 却靠四处写几个字得公分 这是寄生虫 资本家 阶级斗争 他泄了愤 我们暗笑 但是老螃蟹并不就此罢休 有一天 他闯进我们的堂屋 在折叠桌旁坐下 随手点了一支我们的烟 他说 老屋啊 给我开个带半条 带半条 是经手人出具的购物证明 在公社 尤其是生产队一级 可以代替收据或发票 我常给他写 没当回事 前几天 我在西部买了两个大箩筐 五元一个 两个粗筛子 二元一个 没别的 替我写上我名字 我一向替他写上他的名字 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他又点了一支烟 带着带半条走了 我也忘了这回事 后来我听说 孙瀑街上一间公共厕所墙上 发现了一条反革命标语 公社保安人员急于破案 便要求各生产队 取得可能嫌犯的笔记 于是我给他写的带半条 就被交了上去 不过 老螃蟹大失所望 因为保安人员发现 我的书法和墙上的笔记 毫无相似之处 他并不死心 立即检举我 在家偷听敌台广播 这次他说得到有一点影子 因为我确实常让一丁 收听美国之音的 英语九百句节目 1972年 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 大学和中学 兴起了英语热 可是好的英语教师不多 公社中学 尤其如此 我们觉得 让一丁 听听本国人的 英语对话 有好处 虽然这并不是犯罪行为 但我们还是把音量 调得极低 无奈隔墙有耳 何况是土墙 保安人员找到 郭书记了解我的情况 我在安大的老上司说 哎呀 告诉你吧 老乌是省公安部门批准的 全省唯一可以 收听外台的人 为了向平下中农学习 我也养了一头猪 一头浑种的小白猪 属于小儿园品种 我们的小儿园 也是一丁的室友 我在前墙脚下 为他安排了一个 舒适的稻草窝 和一丁的床 相聚咫尺 我喂他山芋 看着他剥了皮以后才吃 觉得很好笑 老螃蟹一下就看出问题 他认定 我养的是一头 资本主义的猪 因为他本人 只用山芋皮为猪 小儿园很野 常挣脱绳子 往地里跑 得由小黑子和小水子 两个棒小伙子出动 才能抓回来 有一天 我喂他新出锅的山芋 他居然咬了喂他的手 我实在应付不了了 而且他长得又很慢 老螃蟹竭力主张 消灭这头资本主义的猪 他定了日子 亲自出马当屠夫 我当然要付给他屠宰费 我从来没见过杀猪的场面 那畜生狂乱的奔跑 那恐怖的尖叫 一把把亮晶晶的屠刀 那致命的猛刺 喷射的鲜血 死亡前的挣扎 半裸的老螃蟹 不停地咒骂 你这资本主义的猪 你这资本家 还有看热闹的社员们的欢快 这一切为我的再教育 又上了一刻 在开水里脱毛之后 资本主义的猪 被分解成许多块 然后屠夫到后堂 去洗干净脸上 手上 臂上 身上的血 他回来饱餐了 新宰的猪肉 喝了大半瓶白酒 然后猎切着走回家去 手里提着猪肝 和一大块猪肉 我们从此 没再养猪 我现在是个闲人 可以读点书了 以凯把我的书 都装在几个纸板箱里 尽管当时许多同事 已经把他们的书刊 都当废纸 六分钱一斤 卖给了废品收购债 因为书和书生 都给贬得一文不值了 箱子一打开 我们发现 有些书在前一年的洪灾中 被炮坏了 另一些书被耗子咬坏了 其中有那本和我共度过 牢狱之灾的杜甫诗选 还有我在1957年动手 后来半途而废的 巴尔姆修道院的一稿 我有点难过 一开感到痛心 我转念一想 这可怜的小耗子 他们必定比我在1960年 那个冬天还饿 我们把书摊在屋前的空地上 在太阳里晒一晒 有一些好奇的小青年路过 剪辑我在曼彻斯特学院 美术史课上用的课本 海伦·加德勒的古今美术 他们看到 梵蒂冈西斯廷教堂中的裸体人像 就痴痴地笑 互相用臂肘推来推去 第二天 老郭叫我到公社去一趟 因为老螃蟹检举我 用淫秽的图画 俯视生产队的小青年 老郭听了我的说明之后 不禁笑出声来 说检举我的人 真是一只 无是生非的老螃蟹 感谢您收听 有生济世文学一滴泪 欢迎订阅雨天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